发生在台中一点重重的五亿高中生命案 家属质疑说这名高中生他的右侧出现了不少针孔 包括在右上臂、右手肘、右手掌还有右鼠西部总共有七处针孔 这些针孔还有个特点都是在静脉血管 另外家属也去追问了当初负责急救的中国医 他提到说其实医师在急救的时候只有在左手臂有插管急救 到底针孔来的原因是什么 家属也请法医高大臣来相验 高大臣就点出了他认为可能是被注射了绿化钾 注射绿化钾之后会造成心脏快速的麻痹猝死 而高大臣也点出说这个男高中生他的血氧其实蛮低的 只有37%而已 另一方面他也认为说这个高中生他的右手掌有淤青 可能是被脚踩过 因此他更进一步的怀疑说这个高中生他在生前 是不是有被挥发性的麻药 麻迷昏了之后再被注射绿化钾 然后再被做成像是跳楼的样子 不过检方认为说这些针孔经过他们的调查 应该是在抢救的时候在救护车上导致的 希望外界不要过度的预测 关心完了这个新闻也欢迎拿出手机 扫描客套扣上TVBS新闻网了解更多热门的话题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anson ter하겠습니다 保留国当局 云 万川 公斤 温度